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直播分享的車種呢是 713年的7代 Camry 這台是2.0的 那車主的話只有改裝了鋁圈輪胎 目前的話是升級為18吋的 這個尺寸是225 40 18 那這台13年款的 車主的話也是車友介紹然後來安裝試乘之後 有決定要安裝KT的道路版本 那7代的話應該也分享過直播好多台 那這一台的話呢一樣是道路版本的 這台2.0的引擎 所以前面的彈簧公斤數呢 我們所配置的是200長期公斤 後面的話呢 它的是專用彈簧 等一下再跟大家做介紹後面的部分 前面的話 它的懸吊系統是麥花城 7代 到7代為止 前後都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8代之後呢 就不一樣了 8代之後就走TNGA的底盤 那7代的前面麥花城我們也有附上座 這個是我們所附的上座 屬尼調整部分很簡單 在引擎室打開呢 從這個地方就能夠調整屬尼了 調整軟硬 順時針就是變硬 逆時針就是變軟 7代真的很方便 前面的部分 那 前面的話 剛剛所提到過了 200長期公斤 然後 ABS感應線 油管固定器 這個都是 專設專用的規格 包含這裡有一個扣具的位置 這個都是仿造原廠的位置 這邊的話呢 離載串固定位置也是跟原廠一樣 所以離載串的話不用再花錢換改裝的 直接沿用原廠離載串就可以了 那這個 225-4018今天預計的車高呢 前面 大概兩指半 後面兩指幅 所以這裡的幅度的話 我們還有預留還蠻多的 也就是說呢 這台車 假設車友 他是要走海拉風格 他的輪胎上緣要跟葉子板切齊呢 目前這樣的設定 也是沒有問題的 這台是 道路版本的 前面是配200長期公斤 那當然 如果油電車的話呢 車主的話 車友也可以選擇 配置 兩百八公斤都可以任由車 車友來做選項 那裡面的主尼油我們所選用的主尼油是意大利IP的主尼油 油封的部分的話是用日本NOK的油封 這是前面的部分 其他的部分的話都還是原廠的規格 煞車的話也都是維持原廠的 那Camry的好不好做的重點 最主要還是在後輪的懸吊系統 因為後輪的懸吊系統呢 一樣是麥花城的系統 但是他的 乘坐感的 敏感度很高 所以 他後面的話 如果配成直捲彈簧呢 乘坐感上就沒有辦法兼顧到舒適性 所以我們後面的話呢 所搭配的彈簧是一個大捲彈簧 那最重要的呢 這台車 KT的前面 還有後面呢 都有附上座 不用再猜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像這台車的話 假設他是13年款的 那 今年19年 開了 6年的時間 也許底層數如果假設有超過8萬10萬公里 那他的上座呢 有可能也差不多已經損壞了 那如果再猜原來的上座來沿用 萬一一雙上車 有應用的話 到底是原來上座的問題 或者是KT避震器的問題 就很難釐清 所以我們的避震器的話 這台車KMRI 前面跟後面呢 都有附上座 那有附上座的話 在計時拆裝的時候 也更簡單 也更快速 不用再拆 原廠的 那個上座來沿用 所以他的 便利性的話 就會更高 KMRI的後面呢 他有一個理仔鑽 他理仔鑽的固定點 一樣在這裡 油管器 這個都是跟原廠的位置一樣 7代的話 在這個地方 他有一個防輕感的橡皮 如果里程度有超過10萬公里 記得看看這個防輕感的橡皮 是不是有磨損的狀況 如果有的話呢 他在遇到坑洞 就會有很低層的口口聲 就是代表他的防輕感的橡皮 已經老化 這個也有一個理仔鑽 理仔鑽的話呢 也都是一個正常的消耗品 但前面的壽命會比較短 後面的話 還好 另外 7代的KMRI 他的後懸吊 上座呢 避震器的上座 在這個地方 所以要調整軟硬的時候呢 他的 你從前輪補光 前面先 他的阻尼調整呢 是從這個地方調整 可是 他的 還有一個椅座啊 所以 要調整阻尼的時候呢 需要把這個 椅背把它拆下來 很麻煩 這個好大一座 需要兩個人才有辦法拆開 他分別這裡有三個扣距 一個扣點 還有中間 還有另外三邊 那邊的話有三個扣點 需要把椅背兩個人 往上抬 再往車前的方向拉 才有辦法把這個椅背呢 往前先才有辦法 調整到這個避震器上座的阻尼 但KT很貼心喔 我們有設計了一個延長的調整桿 當椅背 裝回去的時候呢 他的調整桿 會露露在這個地方 會露露露在外面 所以要調整阻尼的時候呢 從這個延長調整機構呢 旋轉就能調整阻尼了 不必 再把椅背卸下來 就能夠調整阻尼 所以這個在 五代 六代 七代 都是這樣的設計 在調整阻尼的便利性上呢 就會很方便很多 所以不用再拆 椅背下來調整 這個是改KT最大的 很大的一個 方便的地方 然後面的懸吊系統 車主的要求是要降到兩尺幅 所以我們等一下 車高降下來的話呢 就會大概是兩尺幅左右 那前兩台 這個月有 一共有兩台 前面的話還有兩台 是七點五代 那這台是七代的 都是 都是KAMERY的車友 車主本來的話 其實也有改了 TS的短彈簧 這是TS短彈簧 所以本來的車高的話 前面是大概四尺幅左右 後面的話 大概接近四尺幅 但是改了KT之後的話 車主有要求再低一點點 所以前面的話呢 會是大概兩指 半 後面的話是兩指 這個是改裝 輪胎 這個應該是 CSC 254018的 這是拆下來的原廠的避震器 第三年款的應該 壽命應該也是差不多了 那剛剛有提到過呢 這個是後面的避震器上座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上座 所以這個前面的避震器上座下方 其實它還有一個叫 紫推軸承 那不論是這個上座的橡皮 或者是紫推軸承 它都是一個 正常的耗材 所以如果再拆下來 來沿用的話呢 其實不知道這個狀況是好是壞 那裝上的就會比較有 異音的風險 但是改KT的話 不用煩惱 我們KT的前面 還有後面呢 都會附上座 不用再拆原廠的來沿用了 這個是比較 對技師來說 比較 簡便 那對 車主來說的話呢 會比較有保障 因為我們就 都有附上座 不用再 因為這個拆上座 其實也還蠻麻煩的 它不是直接拆一個螺絲 它需要把彈簧壓縮之後 再拆這一顆螺絲 不然這個上座會直接彈飛出來 很危險 所以在拆上座的時候呢 技師也會花了不少時間 再把上座拆下來 但拆下來沿用呢 其實也很難保說 這個用了五年 六年 甚至更久的避震器上座呢 它的狀況是不是OK的 所以改KT的話 有一個很大的優勢就是 我們都有附上座 而且有附後面的延長調整機構 對車友來說的話呢 就很方便 那這個是前面的懸吊系統 它有一個離載鑽 因為前面的離載鑽為什麼剛剛說 它的壽命呢 會比前面還 會比後面 還要來的短的原因是因為 它的離載鑽的作動啊 不只是上下 當方向盤在旋轉的時候 它還會轉動 所以前面的離載鑽的壽命呢 就會比後面來的 稍微短一些 所以在拆裝避震器的時候呢 一般我們都會請機師呢 搖搖看它的頭 是不是有間隙的 有間隙的話呢 就會一併請車友做更換 那其實KMORI它的原廠的離載鑽的品質呢 是相當不錯 要撐個8萬公里 應該都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但是改裝 改裝的或者是 換了副廠之後的壽命 就可能 沒有像原廠的那麼好 所以這個的話 不會建議啦 如果能沿用原廠 就盡量沿用原廠的規格 那它前面懸吊 跟後面呢 KT的道路板 也好 經濟板也好 都是能調整 高低的 那從這個地方呢 金屬銀色的環狀托盤 把它鬆開之後 它的 藍色的腳管下座 往下延伸的話 它的整體長度變長 它的車高就變高 那相反的 如果藍色的腳管往上縮的話 它的長度變短 車高就會變低 那這一台的漆帶我們能夠調高 到跟原廠一樣高的幅度 最低的話 也可以到達輪胎的上緣 跟葉子板切齊 所以調整的幅度呢 最早也有七八公分以上 它能夠調整高低的範圍 很寬廣 OK 現在只有剩下 又後還沒有裝好 還有內裝的部分 那所以 今天的那個直播 就到這裡 如果車友們呢 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有 對產品有任何疑問呢 都歡迎跟我們聯絡 那謝謝大家收看 這一台是 Toyota Camry 7代 2.0款的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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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